MING PAO TIKTOK 903 MING PAO TIKTOK 903 MING PAO TIKTOK 903 對上次見到你就是在你的演唱會之上 第一次的大型售票音樂會 但已經是上一年的11月 其實剥別了五個月 在香港這麼急速的城市 好像覺得你… 好像過了五年 他復出了 你又去了一個長途旅行嗎 對 我最喜歡聽一些旅行的 去了紐西蘭 為甚麼選擇這個地方呢 其實因為我有朋友在那裡住 他剛好就嫁了過去那邊 可以有一個地方讓我… 下腳 下腳 很有趣 因為有朋友在那裡住 你會少了遊客的感覺 你會接他下班 我自己開車接他下班 其實這是最好的放鬆方法 感受到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是紐西蘭人 是不會迫自己去… 去改變自己的步伐 去遷就別人 即是他們五時一定關門 即使你進去後很渴望地 在店舖上走 不好意思,我們五時已經關門了 即是他們很有禮貌 或者其實他們很懂得享受 他們自己的人生 一個月的紐西蘭之旅 令你多了多少首創作呢 或者有多少靈感呢 還寫了一首歌 簡直是出賣的 是 這首歌就是鄭家榮 是紐西蘭之旅寫的 如果按照這個方向 是開心、快樂的歌 你這首派台 青春線最後一站 是屬於紐西蘭寫的系列 還是在香港或澳門寫的系列 其實是在香港寫的 這首歌 所有的句子 我自己最深刻的 就是重新找個起點 這六個字 因為…是的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已經出發了很久 自己的路、自己的目標 究竟何時才會到呢 那可能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覺得走不走下去呢 又或者前面有沒有路呢 你不知道 但是原來我的勇氣 只要一直一直跟自己說 可以走下去的 可以繼續去追的時候 其實每一天都可以選擇 可以重新出發 即使你昨天發生什麼事都好 那就明天重新再來過 只要你帶著你一直以來的 那份勇氣、那份信念 所以這首歌 其實這幾個字會覺得 我不要緊 今天面對什麼事都不要緊 總之 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新的自己 你什麼年紀都好 你明天都是一個新的直播 即是有這樣的提醒 所以青春這兩個字 其實不是代表著什麼 是 是你肯不肯放下昨天的青春 又重新開始 找一個起點 那明天又是另一段的青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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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